調節監控 就是我們修學這邊有做一個火爐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價位的團氣也蠻多的 有青少年團庆 還有色星團庆 有服務團庆 有彼得跟物理團庆 也有松明團庆 當然可以做衛衣 我們有一點錢給他們 就是上帝是公平 沒有一個人的話 公義以願意 有一個關係 就是自己貼心為止 所以我們就希望 社會的話 我們社會都一起幫他們 幫他們給他們 會有什麼新的 那個新的 人家人 有的 我們還要 有的祷告生活的時候 你今天就會遇到 面臨這樣的一種 挑戰或是考驗 你要不要再繼續過祷告的生活 今天耶穌當祂在公平祷告的時候 祂的來教授祂的是誰 門徒 來教授祂的是什麼事情 有人的需要 都看起來都是怎樣 看起來都是正常 而且是合情合理的 就像耶穌講的一個比喻 不是嗎 說天國是這樣 天國就像一個王 辦了一個禧宴 要邀請人 要邀請人 來服務院禧 可是那些被邀請人說 因為我買了牛嗎 我要去看一下 我買了田地 我要去看一下 我有什麼生意 要去看一下 講的都是正常合理的事情 講的都是正常合理的事情 今天不正常不合理的 絕對不會影響我 不正常不合理的事情 真的不會影響我們的信 因為我們有足夠的誤信 來判斷是非 今天反而會蒙蔽我們的 會蒙蔽我們的 都是那些合情合理 又合法的事情 今天耶穌在那邊祷告 來干擾祂的是什麼 合情合理的事情 是祂的門主 祂最親近的門主 整夜過這些 老道所選擇的門主 然後帶來的是什麼 帶來的是用人的需要 大家需要你來幫忙他 所以說今天當我們啊 要去過一個老道生活的時候 不一定能夠堅持下去 因為有很多的繳擋 會臨到我們身上 但是我們是不是能夠堅持下去 今天我們都為了很多的事情 沒有辦法 去堅持自己的一個名言 但是呢 一個堅持到底的人 才能夠看到上帝祝福 要是可以堅持做生命之類的 你會獵我 愚贖 她是可選擇的 真麽 我會獵我 我會獵我 你會獵我 你會獵我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